每一支排球隊伍的背後 都有一位努力不讓球落地的自由球員 哈囉大家好,我是River 今天的排球人物再來和大家聊聊 日本國家隊的自由人 三本自大 盡力的接球技術 輕盈的步伐 以及超乎常能的反應速度 在2019年 V聯盟與動漫排球少年合作的活動當中 三本所對應的角色 就是屋野高中的吸骨器 接下來就來大家認識 指揮日本守護神的成長故事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關於排球運動的人事物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三本自大 1994年11月5日出生 今年26歲 身高171公分 體重69公斤 透球高度可達301公分 攬網高度只有299公分 打的位置是自由球員 現在效率於日本V1聯盟的酒井開拓者 他最憧憬的選手是法國國家隊的自由球員 格雷賓尼克夫 今年30歲 身高188公分 體重85公斤 曾經注釋拿下法國錦標賽 歐錦賽 FVB等相關聯賽的最佳自由人 也是這次東京奧運法國代表隊的成員 三本出生於日本北海道的江別市 則是目前北海道人口第九多的城市 這裡的氣候較為溫暖 且交通便利 開車只需要10分鐘 就可以到達北海道的最大城市 札謊 三本從小就在一個充滿排球的環境中成長 他的媽媽以及大一歲的哥哥都有在打排球 而爸爸則是在北海道的會廷中學 擔任排球社的顧問 在哥哥三本貴大的影響之下 三本在小學年級的時候 就加入了當地的排球俱樂部 江別中央隊 這支球隊在北海道很有名氣 幾乎每一年都至少打進到全國大賽的八強 球隊一個禮拜會練習四天 這樣的訓練量其實對一般的小學圈人來說 已經是非常足夠了 但由於三本非常非常喜歡排球這項運動 所以他會在假日的時候 到家裡附近的公園裡面進行自主訓練 每週比別人多練習一天 一年就比別人多練習的一個半月 長年累積下來是非常可觀的 三本過人的球技 就是因為他總是願意比別人多附輸一點才造就的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三本就和球隊的隊友們 一起奪下了全國大賽的冠軍 而他還被選入了 未來有可能成為名人的這個榜單之中 小學畢業之後 三本最初是進入家裡附近的江別國中就讀 但沒有多久 就轉到了離家大約30公里遠的會廷中學 會這麼大費周章 主要是因為三本的父親在這邊的排球社擔任顧問 他的爸爸曾經是一名排球選手 過去有拿過全國大賽優勝的經驗 為了成為更好的球員 三本決定跟隨父親的腳步 在父親嚴格的訓練以及高度自我要求之下 三本的排球基本功以及觀念 鍛鍊得非常紮實 而他在國中這個階段 主要是打攻擊手或是自由球員這兩個不同的位置 會是隊伍的情況而定 不過到了國三 三本因為出色的接球技術以及靈活的腳步 而被選為了GOC杯北海道選拔隊的議員 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就專注在自由球員的位置 GOC杯是日本奧委會主辦的體育賽事 參加了選手以22歲以下的青少年為主 其目標是培養未來征戰奧運會的運動員 所以能夠參加這個比賽的選手 都是備受矚目的未來執行 國中畢業後 三本進入了江別市若農學員大學副組的 三三愛高校就讀 這所高中是北海道的排球名們 在三本高一以及高三的時候 都順利擊敗了來自縣內的強敵 成為了春高北海道的代表 出戰全國大賽 並且在高三的那一年 還打進到了IH全國大賽的八強賽 不過這樣的成績完全滿足不了 三本心中那顆追求遠大目標的企圖心 他的夢想是想要成為日本籃牌奧運史上 第一個來自北海道的自由球員 其實自1992年 八三容納奧運的成前選手之後 北海道就再也沒有出過其他籃牌國家隊的球員 順帶一提女牌則是從2004年 壓點奧運的極緣制止之後 就後無來者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 三本必須要跨越出自己的初次選 到競爭更激烈且更好的環境中打球 於是在高中畢業之後 她選擇離開了北海道 進入到東京的日本體育大學就讀 儘管當時日本還有其他實力不屬的排球大學 像是中央大學或是早稻田大學等等 但我個人認為 日體大對三門來說是最佳的選擇 這是因為這所大學排球隊的監督是前日本國家隊的自由人 三本劍之 他的身高只有168公分 但是在自由球員這個位置 正是被納入到排球比賽規則之前 就以傑出的接球技術回到於日本排球界 看過去也征戰過許許多多國際賽事 像是2001年的亞錦賽 2002年的亞運 以及2003年的FIVB事件聯賽等等 退役之後也積極的投入到教練的工作 因此擁有非常豐富的比賽 培訓以及督導球隊的經驗 如果說三本的爸爸是幫助三本打好基礎的推手 那麼三本建制教練 就是協助他奠定現在排球的打法以及風格的師傅 靈活的動作配上準確的判斷力以及高超的技巧 過去曾經和三本搭檔過的隊友們紛紛表示 只要三本站在球場上 他們就會感到無比的安心 在2013年 三本與日體大的隊友們 一起獲得了關東春季大賽的冠軍 而三本個人則是獲得了最佳自由人的獎項 隨後在大四的那一年 三本就宣布加入了日本V1聯盟的FC東京隊 另一方面 在2017年的8月 三本還成為了第29屆世界大學運動會日本代表隊的成員 這是一個專門提供給世界各地大學生運動員參加的綜合局賽事 簡稱四大運 由於參與這項賽事的運動員 多數會在之後成為國家隊的成員 增加各大國際賽事或是奧運會 因此四大運也被稱為小奧運 補充說明一下 這屆的四大運是在台北舉行 長達13天的賽事總共賣出了72萬張門票 抽票比率高達不能再高的87% 這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不能再高 這個抽票率是世大運史上最高的一次 而三本最後也和隊友們一起為日本拿下了一面銅牌 能夠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好手們同台較勁 這對三本來說是一次難忘且寶貴的經驗 不過在享受獲獎喜悅的同時 三本也意識到 在世界的舞台上 日本並沒有太多的優勢 尤其是在高度以及力量上 因此他認為 在往後的日常練習中 都應該要加入與外國球員對戰的模擬想像訓練 回到職業聯賽的三本 為了尋求突破 他開始計畫著 自己能夠到可以有更多上場機會的球隊打球 2018年6月 他離開了FC東京 並且加盟了九井開拓者 這是一支非常願意給年輕有11的選手上場機會的球隊 例如我先前介紹過的關鍵陳大 也是到了這邊才獲得較多的上場空間 而三本也在加入這支球隊的第一個賽季就受到重用 2018-2019年的賽季 上場了31場共116局 是去年在FC東京的兩倍以上 截至2021年為止 三本三個賽季總共上場了347局 幾乎是只要九井開拓者有比賽 你就能看見三本的身影 上場的時間越多 也就越有機會讓更多人見識到自己的球技 在2019年 三本憑藉著優秀的接球能力 被選入了日本國家男子排球隊 而自這個消息 他的父親很開心的對著自己說道 不要受傷了 明年就是奧運年 所以請敬意的去爭取最好的結果 這句中透露出三本老爸對自己兒子的期許及關心 而三本也沒有辜負爸爸對自己的期待 他在2019年的FIVB世界杯中 角出了亮眼的成績 兩項接球數據都排名日本第一 是名副其實的日本隊的守護神 除了接球之外 三本這名選手最大的招牌 甚至可以說是最無可取代的優點 就是他臉上無時無刻都充滿著笑容 不論對手有多麼強大 不論戰況有多麼膠著 即使自己沒能把應該要接好的球給接起來 三本仍然會露出非常燦爛的微笑 在壓力比喜馬拉雅三還要大的比賽中 充滿精神的微笑 能夠帶給隊伍滿滿的活力以及希望 世界杯結束之後 三本定下了一個更加具體的目標 那就是練就可以穩穩接起世界上 時速超過130公里發球的接發球技術 而接下來要面對的大型國際比賽 就是2021年的VML以及東京奧運 三本離自己高中許下的夢想 就只剩下兩步之搖 他先是順利的進入到VML的17人名單之中 並且在大賽中表現亮眼 兩項接球數據都名列大會前茅 儘管如此 這並不能保證三本就可以穩穩的進入到 最後的東奧12人名單 其實在日本的排球界 優秀的自由球員很多 在接發球方面 另外一位自大 也就是曾經拿過V1聯盟 最佳接發球員的小川自大更為優秀 而小川也在這次VML的17人名單之中 除此之外 在限精快節奏的男子排球中 很難確保二傳手每一球都可以跑到位傳球 因此自由球員也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舉球能力 在主力二傳手沒有辦法傳球的情況下 承接舉球的任務 而小川在舉球方面的技術也是優於三本的 綜合以上 一般人都會覺得選擇小川會比三本來得好 然而 考量到當時日本隊的攻守特性 日本排球協會還是決定讓三本成為最終的東奧代表 針對這一點 曾經在日本V1聯盟拿下過六次最佳自由忍的古赫信一郎 給出了這樣的分析 這是因為日本隊現在有磁川又喜 以及高橋嵐這兩名接發球能力很好的攻擊手 這也就表示 日本隊的自由球員不再需要扮演接發球的主要核心 而接球又可以分為接發球及接攻擊球 或者的攻擊球是指發球以外 任何來自對手的進攻 例如扣球、二次進攻或是小球等等 雖然三本在接發球及舉球的技術不如小川 但在接攻擊球方面的判斷與成功率非常出色 所以讓擅長接攻擊球的三本擔任日本隊的自由球員 更能平衡隊伍整體的防守能力 當然這並不表示三本的接發球能力就不好 他在這方面的技巧也是頂級的水準 只是每位球員都有各自比較擅長的項目 雖然這次的東京奧運 日本的男排在八強賽輸給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巴西 但他們也締造了近29年來奧運會的最好成績 而三本也實現了自己高中時期的夢想 那就是成為日本男排奧運史上 所謂來自北海道的自由球員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各位最喜歡哪一位自由球員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與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幫我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以及按讚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我是River,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